刚才呢咱们已经介绍了这个简单的一个服务器的压力测试 并且呢咱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呢整个使用JuneCon来驱动起来了 当然那个这里因为我自己电脑的原因吧 因为那个笔记本的原因它毕竟不是一台服务器对吧 而且这个电脑上它同时运行着很多很多的一些程序 所以这里的性能呢 就是那个达不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在这台电脑上达不到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状态 这个东西呢如果是纯粹的一个部署到线上的话 它能达到一个多大呢 刚才测出来它是测完以后它大概是1000左右对吧 看一下 刚才测出来它每秒的RPS呢大概 没有给挂了 刚才大概是那个每秒1000左右 啊真正线上的话它能到多大呢 一万差不多 以前的话就是纯粹的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负载的话 它的那个性能呢大概是8000到1万 8000到1万左右 然后如果带上缓存的话它可能那个会降到5000左右 然后如果再带上数据库的话它有可能会降到300左右 对300 就纯粹的只有数据库的一些读写的话 它可能就会降到300 300很低了对吧 但那个也没有办法有些地方咱们一个系统里面并不是说所有的接口性能都是那么快的 有些地方它就会涉及一些那个数据库的复杂查询对吧 是反正涉及数的数据库的一些复杂查询的话它的性能都会单独测那个接口的话它都会比较慢 咱们咱们的程序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接口 比如那个咱们打开URL里面呢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逻辑的接口对吧 它有些接口会很快 有些接口呢就会很慢 如果仅仅是那个一次的读写的话 有些那个普通的一些东西 你像那个咱们现在调用的这个profile这个接口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它仅仅是从那个用户的那些资料里面 用户的资料里面把那个东西取出来而已对吧 而这里呢它使用的又是 它这里使用的呢又是这个这个开始 它这里又会从那个缓存里面去取那些像样的东西对吧 所以呢它这里的性能整体还算是比较快的 而一些那个更加复杂的一些东西的话 它就没有这么快了 这样的一些 如果它避免不了那个数据库的查询的话 它的性能就会下降的很多 一般就是300左右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里强调是单台数据库 如果先让你把那个整个的数据库部署成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的话 这个性能还会再高一些 明白吧 这样的一个 因为毕竟多台数据库的话 它的性能啊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会更 并发性能会更高一些 就是这些 这是这个压力测试 呃这里咱们自己虽然现在在在我机器上测试出来 它是1000左右 但是那个它的性能的局限并不仅仅只有这么一点 然后如果你们自己有服务器的话 也可以自己那个整一台服务器 然后自己把它放到自己的服务器上 去给它那个重新的测试一下 都是ok的 就这个 然后 呃 阳明像 自己的话 那个其实咱们是做服务器开发的 而且大多数同学又是在做外部开发 向走外部开发这个方向 对吧 呃 最好的情况下呢 是每人都有一台服务器 最好的状态是每人都有一台服务器 以前的班级的话 我会推荐那个就是 呃 以前那会是会带着你们去分组 分组做采发 呃 以前呢 就是基本上是推荐每个组至少买那么一台服务器 一般那个阿里云的话 之前有那个很便宜的一个套餐 对吧 现在也有 对吧 对 就是那个 针对 针对学生的一个套餐 那个9块9一个月 对吧 其实还是很便宜的 还是很便宜的 阿里云是其中一个 然后另外呢 就是也推荐 去买一些国外的服务器 国外的服务器 国外的服务器的话 那个有一些优势吧 算是 国内的服务器的话 它的流量带宽 什么那个配置啊 它的性能啊 什么都是有一些限制的 呃 尤其是国内 国内的那个带宽的话 费用很高的 有注意过吗 有注意过吗 阿里什么 阿里云吧 阿里云点账目 对阿里云这里也有国际 但是即便阿里云的国际的话 它的那个费用依然是不便宜 咱们来看一下 呃 你现在购买一个 啊 先让我登录 你像购买的时候 他会 156 购买的时候 他会要求你选这些配置 对吧 各种各样的一些配置 然后呢 这里各 他他有一些那个套餐吧 这种算是 他那个什么2.5赫资 然后呃 多少的带宽 然后那个支持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啊 东西啊 一些价格啊 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各种各样的 呃 然后 随机分配 然后他他有这么一些包年包月的 还有按量去分配的这么一些 然后你可以随意的去选 然后选完这些 选完上面那些以后 他会有一个系统镜像 什么 你可以在这里装SentOS 乌版图什么的 都是可以的 然后版本 哎 这个版本好旧啊 16点 呃 然后这些东西选完以后呢 就是选网络 一旦进入到网络这里 你可以看 现在他还是一个月是 276 对吧 现在这个带宽是一个很低的 对吧 一兆 一兆的带宽 然后你可以随意的稍微拖动一下 比如那个到 100兆吧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价格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价格 国内的带宽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明白了 国内的带宽 那个首先是这些运营商 这些运营商因为都是一些垄断企业嘛 不管是 不管是这个电信也好 还是联通也好 还是中国移动也好 都算是一些垄断企业 对吧 他们 其实几乎也就是他们三家去竞争 也没有太大的什么压力 这些价格都是他们自己定的 但国外的话 这个带宽的价格是很便宜的 不管是带宽 然后流量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很便宜 国外的服务器的话 像比较推荐的 像那个亚马逊 亚马逊现在就是 亚马逊一直都是那个 你注册的话 就是给你免费一年 是720小时什么 我记着 那个具体忘了 基本就是免费一年 现在 而且亚马逊 亚马逊你注册一个 国外的服务器的话 还能翻墙 可以自己在那上面 搭建一些那个VPN 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去翻出去 然后还有呢 就是那个 现在还有Google云 但是那个Google Google的话 整个已经被中国给屏蔽了 对吧 就是想使用那个 Google的云服务器的话 先得翻出去 然后才能买 Google现在也是免费一年 Google 对 那个 Google.com 其实我现在用的这个服务器 就是Google的 Google台湾的 台湾的服务器的话 有一个好处就是快 因为 因为它离的那个中国更近 对不对 它离中国更近 什么 什么什么 你离大陆比较近 你离大陆比较近 政治错误是什么 政治错误 你离大陆比较近 哈哈哈哈 这里这里就是那个 因为台湾这里离那个距离更近 然后那个你像那个拼我那台服务器的话 现在才那个 哎 今天还慢一点 那天我拼的话 也就是20几毫秒左右 然后那个 除了Google的以外 还有那个像 Vilta Vilta Vilta的话 它也是 国外的一个云主机的厂商 然后那个 你都不用去选一些什么东西 它默认的那个配置呢 它就已经是一个 K HUV33 有些同学 我看已经在买这个服务器了 对吧 他不免费 他需要那个 你绑定那个阿里云 或者绑定你的信用卡 然后他这里呢 就是现在好像正在搞活动是吗 那天 那天我同事 我朋友跟我说 现在正在搞活动 是吗 他这里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他这个服务器的话 就是有一个日本的 日本服务器的话 也是因为距离原因 距离中国比较近 然后日本的服务器的话 以前我在北京的拼值 大概是 呃 七八十左右 然后在北京拼台湾的一个拼值的话 是五十毫秒左右 其实都算是比较近的 这么一些 一般买的话 尽量买亚洲的 但是不要买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服务器的话 它是怎么一个路径呢 它是中国先到美国 然后美国再到新加坡 相当于那个 沿着太平一样绕了一大圈 对吧 这么这么一个状况 日本的这里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这些东西也是一样 然后它这里的话 那个国外的这些服务器的话 那个它这个一个月 这是三点五刀 它这里呢 你可以看人家这个带宽 五百G 带宽五百G 五百G的带宽 然后那个流量的话 是一个月一个T 对一个T的带宽 不是一个T的流量 然后五百G的带宽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差距有多大 对吗 这样的一些 对国内就是因为 这些东西垄断嘛 这些巨头们垄断嘛 这样的一些 你告得下来吗 这些东西 那个国内的 国内的这些网络的资费 什么那个手机的资费 什么的一直都是比较贵的 这些东西 Vilta 还有Vilta的话 还有那个什么 很多的一些选择 还有什么 Linode Linode Linode也是一个老牌的 国外的一个VPS厂商 一个云厂商 你可以看他这里 已经那个 这标题这里 什么SSD Cloud 他们的这些服务器的硬盘 已经全 全部都是SSD的 你买的任何一台 都全部都是SSD的 所以国外的这些配置 实际上是很高的 对吧 这样的一些 所以一买的话 那个阿里云的那个 确实便宜 但阿里云 它总会有一些局限性 你那个使用阿里云 跳来跳去 它还是在国内 对吧 这样一个 但阿里云那个东西 确实便宜 9块9万一个月 不管是哪一个 不管是哪一个 最好都是有这么一台服务器 因为有一台服务器的话 咱们都是做服务器开发 有一台服务器的话 你调试一些东西 测试一些东西的话 哪怕你自己写一些 什么程序的话 去跑一跑 都是对你很有好处的 你多去操作一些服务器 LeoS的运维部署 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 就全都熟悉了 明白吗 服务器的话 比你的那个蓄影机要爽多了 蓄影机你 好多同学学完以后 都不想再去开的是吗 很卡很卡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那个 如果你有一个服务器的话 就完全不一样了 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上传的服务器 然后那个在服务器上去运行 去跑一下 明白吗 有服务器的话 不一定要买域名 不一定要买域名 你直接通过IP地址 完全就可以正常的去访问 域名的话 仅仅是一个指向性的一个东西而已 明白 这个东西 这是一些题外话吧 其实也不算题外话 有这么一个服务器的话 对咱们以后的开发会有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